1946年3月 初春的南京炸暖海寒 这天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官邸 来了两位重要的客人 他们正是中央银行总裁贝祖仪 以及宋子文的美籍财政顾问 亚瑟尼古拉斯杨格 为了抑制飞涨的物价 宋子文此时正在酝酿一个大胆的金融改革计划 抛售黄金政策 但他也并非没有疑虑 国库中黄金有限 一旦抛售完毕 仍控制不了通货膨胀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然而对此 杨格却显得十分有把握 他认为杜鲁文总统 很快将会批准二十亿美元的对华贷款预案 有了这笔钱 库存的黄金就算不了什么了 那么 留学美国深谙金融之道的宋子文 会听信于他的美籍财政顾问的意见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1940年初 法币的发行数量就已达到40亿元以上 截止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 法币发行总额已达5700亿元 当时已开始发行千元大钞 如果将发行的法币兑换成千元大钞 那么连起来就可绕地球赤道两圈还不止 而这还仅仅是这场金融风波的开始 法币是1935年由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国家信用法定货币 同时停止市面上银元流通 以一块法币兑换一块银元 法币的汇价初期跟英镑挂戈 后来改为同时跟英镑及美元挂戈 法币的发行 这说了中国将近500年的宁本为止 统一了国内货币 并且这个货币的发行权 以及白银的硬通货 全部是回到政府社中 1944年11月 蒋介石宣布弃用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希 七个月后 也就是1945年的6月 曾三度代理行政院长职务的宋子文 正式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重整战后中国经济的重任 也就落到了51岁的宋院长肩上 宋子文 1894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基督徒家庭 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后赴美国哈佛大学 及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经济学 是一个受美式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训练的知识精英 1923年 经二姐宋庆龄推荐 担任孙中山的经文秘书 开始了他长达26年的政治仕途 曾历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 财政部长 外交部长 中国银行董事长等职务 是中国近代财经制度的奠基者 他对于经济事务的熟悉和才干 连孙中山也很钦佩 罗斯福总统甚至认为他是中国第一能人 出任行政院长之前 宋子文刚刚作为中国首席代表 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限大会 其地位和影响在国内外颇受瞩目 虽然蒋介石是宋子文的妹夫 但两人的关系却并非那么和谐 杨天石教授的豪门之间的斗争一文曾提到 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国民党的理财干将 蒋介石开口向财政部要钱 孔祥熙绝不问长问短 要钱就给 而宋子文则讲究办事手续 蒋介石要钱他要过问用途 有时甚至不买账 俩人因此常有矛盾 宋子文就曾抱怨 做财政部长无异于做蒋的狗 1933年宋子文就因不满蒋介石 猛增军费滥发公债 而与之发生冲突 愤然辞去央行总裁之职 孔祥熙被称为叫野士们 当然宋子文也会说野士了 可是他会搞清楚说野士的原因 实在人无可能的时候 他会干脆说No 宋子文当他自己的理念和价值取向 和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其他要员 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的个性是相当鲜明 所以我们说在宋子文表面 工签的背后 事实上是他对蒋介石是有保留的 而蒋介石对这位大舅子也心存借地 据宋子文蒋介石恩怨20年一文称 在1944年元月5日的蒋送家族聚会上 蒋介石婉转提出 希望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能交出美国租借物资的管理权 宋子文自然不愿拱手交出管理权 他自认为完全有能力解决好党国的经济问题 因此当蒋介石问他 财政经济问题究竟怎样处理才行 根本原因是什么 宋子文回答 造成经济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机构太多 而又没有一个机构 具备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权利 正出多门 必然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 他请求辞去外交部长之职 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督其他机构 目的很明显 宁可不当外交部长 也不能丢掉财政大权 而这正好与蒋介石的想法相悖 两人为此爆发冲突 蒋介石随手抓起一支茶杯 扔向宋子文 宋子文的额头顿时鲜血之流 放届一日流传 蒋介石曾多次葬过宋子文 包括向宋子文兜茶杯 苗下的灰盛灰盛 虽然暂时还没有出的死掉 可以祖增将在宋面界 如此斯文扫地 但余地可以肯定 那就是蒋介石之街 很多时候是承载了摩擦的 然而蒋介石最终 还是舍弃了老派的联金孔乡西 让倔强且接受西方教育的大舅宋子文 掌管经济事务 并寄希望于他在战后国民经济重建上 做出成绩 或许从内心出发 蒋介石还是相信了宋子文 在经济上的才能和经验 以及他与美国千丝万缕的关系 那么宋子文又将拿出怎样的良策 来重整战后的中国经济呢 宋子文上任的时机可谓相当不错 那个时候二战刚刚结束 中国作为战胜国 蒋介石政府从沦陷区 接受了数额巨大的日伪资产和军械物资 以及美国援华的剩余物资 经济军事实力得到了大大的充实 宋子文趁机出售物资 回笼资金 遏制了战后严重的通货膨胀 有数据表明 至1946年2月 央行拥有8.3亿多美元的 库存黄金和外汇储备 其中库存黄金为568万盎司 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便买从沦陷区 接收的敌伪资产 经上海一地的收入 就高达6000多亿法币 此外联合国救济总署 又向中国运来 加值6.6亿美元的救济物资 而美国也承诺 战后向中国提供 2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 宋子文因此显得底气十足 对重整战后经济颇为乐观 他经常有ärke mean 对重整 release 而此时国共关系 却处于不断恶化之中 局势进一步陷军 双方在东北中原等地频频爆发军事冲突 1946年1月初 在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调停下 国共双方曾下令停战一个月 但军事冲突却并未真正停止 中共军队占领了长春 哈尔滨 齐齐哈尔等城市 国民党军动与民部队为夺回失地 不顾停战协定进行反击 双方边谈边打 为了应付日益庞大的战争开支 蒋介石不得不再次下令印发纸币 导致法币急剧贬值 种种被暂时掩盖的经济顽疾又重新露头 通货膨胀加剧 物资供应不足 财政收支失衡等一系列问题 再次显现 面对物价飞涨 法币地位岌岌可危的严酷现实 宋子文决定实行金融开放政策 通过国家抛售黄金来回拢泛滥的纸币 抑制汹涌的通货膨胀 这是宋子文的杀手锏 在日本投降前夕的一次国民参政会上 宋子文面对种种提问 神情自若地说 我们的政策不一定将所有的黄金都脱售 但是无论如何 政府有力量在手 就是黄金一项也就可以控制金融 黄金是一种能突破地域 语言 宗教 种族 政治和时空阻隔的国际公众资产 宋子文出台这个黄金买卖政策 是希望国家放出黄金回笼货币 因为老百姓都愿意用不断贬值的货币 去购买价值稳定的黄金 以求保值 理论上讲货币减少以后 物价才会逐步趋于稳定 宋子文的淡定自若并非没有依据 除了对自己在美国所学的经济理论 深信不疑之外 来自美国的巨额贷款预期 也是他敢于出台黄金抛售政策的重要原因 据乱世豪尘宋子文与蒋家王朝的感情纠葛一书记载 1946年3月的一天 宋子文的官邸来了两位重要客人 他们正是中央银行总裁贝祖仪 以及宋子文的美籍财政顾问 亚瑟·尼古拉斯·杨格 正在酝酿黄金抛售政策的宋子文 也想听听二位的意见 他说 国库中黄金和美钞有限 倘若抛售完毕后 还是控制不了通货膨胀 后果将不堪设想 对此 杨格十分有把握地宣称 多鲁门总统很快就会批准 那笔20亿美元的贷款预案 有了这笔钱 库存的黄金和美元就算不了什么了 宋子文虽然一律尚存 但最终他还是寄希望于美国的巨额援助 决定实施黄金买卖政策 杨格在回忆中 并没有提到他和黄金抛售政策的关系 可是他强调他所提交的战货经济重建计划 将遏制通货膨胀 放到了首位 杨格同时还说 他和宋并不经常见面 只是在非常时期提供建议 或者是有所讨论 不过从现在的资料看 杨格对宋子文的政策 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3月4日 中央银行正式宣布开放外汇和黄金市场 8日开始 由央行在上海配售黄金 配售价格随市价变动 配售方式为明配按售 对银楼业实行配售 同时在市场暗地抛售 抛售计划由宋子文及其亲信 央行总裁贝祖仪直接指挥 每天的黄金买卖情况 由贝祖仪以及央行业务局长林凤鲍 副局长杨安人三人 直接向宋子文做报告 据说连当时的财政部长于红军都不知情 上海的黄金交易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 到上世纪的20年代末 上海已经成为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 黄金交易量仅次于伦敦和纽约 是世界第三大金石 抗战胜利以后 蒋介石政府准备还都南京 因此宋子文选择在上海配售黄金 也是顺理成章的 从1946年3月一直到年末 上海市面上的金价 基本维持在每两十至二十万元的浮动区间 属正常范围 宋子文悬着的心似乎可以放下来了 然而这时 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却愈演愈烈 战火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6月26日 国民党以30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 向中共发起了全面进攻 为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 国民政府不得不依靠滥发纸币来维持战局 一方面是大量抛售黄金 以回笼泛滥的纸币 一方面有不舍昼夜的印刷新钞 其恶果就是导致更为汹涌的通货膨胀 当时拿着一口袋钱买不到一口袋米的奇景随处可见 更滑稽的是 极少有人去偷印钞厂里堆积如山的钞票 因为偷钞票还不如偷桌椅板凳来得划算 眼看着物价一路狂飙 老百姓只能大量买进黄金以求自保 金价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扶摇之上 到1947年1月 金价已从一年前每两十值20万元上涨到45万元 终于酿成大规模的黄金抢购风潮 电影乌鸦与麻雀就真实表现了 1947年初上海市民奋力嘎金子的场面 寒风凛冽的早晨 上海中央银行的铁门紧闭着 经过一夜排队几嘎的市民 正幻想着用手中浸透着血汗 却有飞速贬质的纸币 去换取少得可怜的一点点金子 电影真实的如同一部新闻纪录片 难怪国民党当局的电影检察官 几次责令电影停拍 但最终还是被剧组人员巧妙地应付了过去 此外 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迪埃·布勒松 也通过照相机镜头 对当时上海市民争先恐后嘎金子的情景 做了实况记录 明知情况越来越糟 但开工没有回头见 宋子文只能硬着头皮 指示央行继续抛售黄金 企图通过增加市面上黄金的供应量 来平息抢购风潮 然而巨国上下的疯狂抢购 致使上海库存的黄金很快枯竭 万般无奈之下 宋子文不得不从重庆紧急调运黄金来上海应急 那么面对严重失控的局面 蒋介石政府将拿出怎样的应对之策呢 国家抛售黄金为何没能回拢泛滥的货币 反倒让金牛党大发横财 翻云覆雨 招令膝盖 蒋介石政府难道真把国民经济当儿戏吗 黄金风潮的背后 又隐藏多少鲜味人质的党派纷争 下期节目请继续收看电视纪录片 金融风波1948 黄金风潮下集